美国养房到底贵不贵? 为什么很多人只租房不买房呢? 大家好,我是老院 下个星期,也就是2月1号 老院又要交房产税了 每次看到这个账单,我就觉得肉疼 那我这次呢,要交5500多美元的税 但这只是我一个季度的税 也就是全年下来,房产税需要22000多美元 这一期我就和大家聊聊美国养房的成本 如果你感兴趣美国的生活 请关注老院的频道,谢谢 首先,很多人说美国的房价低 而且是永久产权 包括地上地下的建筑物所有权 还包括土地的所有权 这些呢,都是事实 比如我现在住的这套别墅 是1996年的房子 我是在2017年买的 那套内呢,是3600平方尺 地下室还有1000多平方尺 占地呢,前院后院加在一起是0.6英亩 买的时候的价格呢,是120万美金 这个房价折合过来 也就是22000人民币一平米 对于老院这样,从北京搬过来的人 感觉这也就是六环的房价 但房价只是你买房时的一次性投入的成本 相比较下来,后续的养房成本才更重要一些 因为养房成本属于细水长流,小刀割肉,温水煮青蛙 这都是一个意思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一辈子只租房 不买房的原因 我给大家算算看,你们看看哪个更划算 所谓美国养房成本就是房产税和各种费用 最主要的是房产税 Property Tax 也叫做房地产税或者地税 那房产税呢,是永久征税,按年征收 也就是说,你买了房以后 只要不卖出房产 每年都要交的一种税 很多人会问,不交行不行 答案肯定是不行的 但凡拖欠了房产税 首先会影响你的个人信用 然后呢,会收到催收的信件 最后呢,就是强制拍卖等一系列的流程 房产税的具体金额是房产评估价值 再乘以一个税率 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变量 那最重要的是房产税的税率 因为全美各地的房产税税率是不一样的 那很不幸,老院所在的新泽西州 是全美最高的,平均是2.49% 而最低的夏威夷州才0.28% 差别巨大 我靠,能不能让我先哭一会儿 我好惨呢,我先假装一下 其他比较高的州 包括伊利诺伊州啊 也就是芝加哥 康涅提格州,德州,纽约州 这些都不低 那为什么新泽西州的房产税 是平均2.49%呢? 因为同一个州里面不同的镇 税率也是不一样的 我所在的这个镇 税率是2.011% 那还低于新泽西的整体的平均水平 还好 这一点呢我还平衡一些 别小看这个税率 这一点很重要 简单说 税率如果是2% 也就是每年2% 也就是50年后你这个房子的支出相当于翻倍了 所以在美国选择基础地 房产税的税率是肯定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那另一个变量就是房产的评估价值 一般呢是由房产的所在的你这个镇 派出评估师来进行评估 然后按照评估的价格呢来收税 不过每个镇 评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像老院所在的这个镇 我听说应该是10年 每10年重新评估一次 所以虽然2018年到2022年房价大起大落 但是房产税的官方评估价格没有变化 所以这几年我交的税也没有什么变化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税表 现在的房产评估价值是110万美军 我这套 这个应该是好几年没有变的了 目前我们这边的价格应该是在140万美元左右 税率呢是2.011% 所以2022年房产税是22000多美元 这里面还显示支出是66.5%是用在学校 17%是用在线的费用支出 14.8%是用在市政的一个支出 1.7%是用在图书馆 在美国呢也存在学区房的概念 像我们这就是典型的好学区 所以呢房价也高 房产税也高 其实在美国大多数情况下 房价高的地方它房产税的税率是低的 房价低的地方税率高 最后呢房产税的金额差不太多 因为房产税全部归地方所有 而地方政府包括教育啊市政啊 等这些支出相对基本是固定的 所以资金的需求也差不太多 除去房产税之外最大的一个养房成本就是贷款的利息 在美国绝大多数人买房都需要贷款 因为美国是信用社会和法律社会 如果你用大把现金去买豪宅 而同时报税记录显示收入很低 你这个肯定是要被查的 很可能会追究你逃税的罪名 那银行贷款有长期的短期的 很多人都是30年 这也符合老美提前消费 提前享受的这个观念 所以老美每个月拿到工资以后 都要先还贷款 然后再支付一些生活的一个费用 以老院为例 我2017年也贷款了30年 当时的利率呢还比较低 每个月的利息支出是2100美金 这也是养房的费用 除去房产税和利息支出 其他养房的费用还包括 有的房子呢有HOA物业费用 水电器网络费用 房屋保险 绿化费用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小头 一个月呢也没有多少 但加在一起也是一笔支出 如果算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 是1000美金的话 再加上房产税和利息 像我这套房一个月养房的费用 大概就需要5000美金 花这个钱自然也能租到不错的房子 所以很多人他只租不买 还省心了